修罗武神 第六千二十三章 不要报复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少侠 你是不是把我忘了 忽然 楚风脚下传来一道声音 是那九品半神 他语气极其心虚且害怕 毕竟所有人都走了 包括他的同族之人 就他还被楚风踩在脚下 他真的怕楚风杀了他 你们的势力叫什么 楚风问 听闻此话 那位面露恐惧 楚风少侠 我神兵都给你了 没必要这样吧 你放心 咱们的事情两清了 只要你们不来 找我麻烦 我不会再来找你麻烦 楚风说话间 终于将踩在对方头上的脚移开 并且伸手 将其拽了起来 真的 那位半信半疑 真的 另外 你可以只告诉我一个人 楚风知道对方有所顾忌 毕竟在场的可不止楚风一个 今日的一切 注定是要传出去的 红魂宗 那九品半神 是以暗中传音说的 你们红魂宗 还有更强的小辈吧 楚风继续问 他注意到 先前他们口中提到过少主 是 那位点头 适合静谏 适合荣梦 楚风问 楚风少侠 我红魂三丈保证 我绝对不会报复你 但是 你也别问了 我求求你了 我真的不能说 他此时说话都在发抖 而看他神态 楚风也能感受到 他真的害怕 可能有着限制 也可能是真的不敢说 行了 你走吧 楚风挥了挥手 楚风不是不讲理的人 对方已经认怂 楚风便给他一个机会 旋即 那位便也直接 踏入了离开的姐姐们 而当红魂三丈走后 立刻想起一阵欢呼 众天才 男男女女 将楚风团团围住 不仅欢呼雀跃 看楚风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男子崇拜 敬仰 而女子可就不止这么简单了 其中一些 趁机凑到楚风身前 搞些身体接触 若不是人多 估计都会直接 钻入楚风怀中 这也正常 传闻再强 那也终究是传闻 远不及亲身体会 楚风在他们遭受打压 却无能为力之际 站出来帮了他们 不是英雄 又是什么 而修武女子 本就喜欢强大之人 何况楚风这种真材实料 名声赫赫的存在 诸位 谢就不必了 我楚风不是喜欢多管闲事之人 但秦玄是我朋友 今日之事涉及到了他我才出手 所以你们 也不必谢我 此事到此为止 接下来便各安天命了 楚风摆了摆手 随后看了一眼宇文炎日与秦玄 便直接踏入结界门之内 见状 宇文炎日与秦玄 也是跟了上去 至于剩下的人 一部分选择了离开 他们已经意识到 神之时代 不是他们能够征战的地方 但有些人 则是选择踏入其中 有的是向试试 但有的人心怀鬼胎 是想继续跟着楚风 有楚风这种人物带路 他们就算吃不到肉 也多少能喝到一些汤 只是他们穿过结界门 进入新的空间世界后 却根本见不到楚风三人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楚风其实就站在结界门出口处 他并未远走 而是用隐藏阵法隐藏了起来 楚风早就猜到 会有人想跟着他们浑水摸鱼 毫无交情可言 楚风自然不会带着他们 所以 穿过结界门第一时间 便布置了隐藏阵法 与此同时 那红魂三丈 也是回到了神之时代之外 那片浩瀚星空之中 并且他很快便凭借自己的方法 找到了那两个红袍人 对着二人 一人一拳 疼得那两个呲牙咧嘴 但实际上 他们两个伤势不重 毕竟以他们的境界差距 那红魂三丈 若完全可以一拳 将他们两个 打得飞灰烟灭 跑得这么快 真没意见 红魂三丈 很是不爽的咒骂道 三丈兄 不是我们胆小 我们是真的害怕出不来 若是我们两个出来了 而你出不来 起码还能将此事告诉宗内 替你报仇 若是我们都出不来 那可死得太远了 其中偏胖的那个红袍人说道 报仇 你还想着报仇 我告诉你们 这件事宗内问起 可以如实相告 但一定要将是我们理亏的事说得清楚 若是宗内执意对付楚风 宗内带头 咱们跟从 但个人莫要想着报仇之事 红魂三丈说道 啊 听闻此话 那两位红袍人皆是无比诧异 他们是了解红魂三丈的性格的 他是一个极其霸道 且很爱面子的人 今日 当着远古与当代众小辈的面 被楚风踩在脚下 可谓颜面尽失 按理来说 此仇非报不可才对 怎么这意思不对 难道此事 就这样算了 其中一位 确定性地问道 我的武力方面 自然不如几位少主 可结界之术 我敢这么说 我乃全宗小辈最强 红魂三丈说道 那是 那两位点头附和 这一点红魂三丈 倒是没吹牛 他们也知道 红魂三丈的结界之术 非常之强 先前我们所在之地 修武者的观察之法也有用 但结界之术 绝对更占优势 我的结界之术 是不如武者修为的 但结界之术的手段 却让我占尽优势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那片丛林内的星空异象 应该是隐藏着破解石柱的方法 但很难看破 至少我根本做不到 可那处风看破了 并且他布置的阵法 看似简单 实则极其复杂 莫说是布阵方法 只说他布置出的阵法 我想拆解都未必能拆解得出来 此人武者修为不谈 结界之术的造诣 简直恐怖到了极点 当代武者 绝非尽是平庸之辈 只是这个处风就极其可怕 而且 根据以往传闻 他绝非心慈手软之人 通过那杀意 我相信 你们也能感受得到 死在他手上的人 绝非少数 听到这里 另外两位再度点头附和 杀意这东西 他们懂 这也是为何他们能逃 便直接逃了 他们真的害怕处风杀了他们 那杀意 毫不夸张地说 是他们从未感受到 他们也不理解 为何处风一个小辈 身上会有如此恐怖的杀意 他完全可以将我们杀人灭口 他为何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不屑这样做 以他的评判标准 我们的所作所为 罪不至死 他也不会因为 为避免后顾之忧 就将我们杀死 可我们若是敢报复 绝对必死无疑 红魂三丈说道 三丈兄 我们听你的 那两位也觉得 红魂三丈所言 很有道理 本章完 我们下落人家的 那杀人 有一点 我们下落人家的 尴尬 爱你 真的 我 你 我